欢迎各位议友全面进场 8月1号 礼拜二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自由党前主席田北俊透露 在近日商界之间流行着一个用语 东面 意思就是香港的政治背景仍然相对高压 而高增值人口持续流失 于是乎各地商界对香港的后市持观望态度 不敢大举投资 第二个消息 市区的市牌价跌穿400万元 最新的牌价是388万 和2月中相比跌幅是17.3% 新界的市牌价更加是从388万跌到去317万 跌幅是18.3%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亿友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田少有什么最新的发表 昨晚我们就说了田二少 今次就到大少 星多日报的大旗盘专栏访问了田北俊 他就透露近日商界之间流行起了一个用语 就叫做冬眠 大底的背景就是说 环球的经济困难 高息的环境持续 市场都看淡香港短中期的经济表现 而在本地方面 政治气氛仍然是相对高压 而高消费力 高增值人口又持续流失 进一步影响营商环境 于是乎各地的商界对香港的后市 都是持观望的态度 暂时都不敢说大举投资 具体的例子就可以建于近期的地产市道淡静 商业用地的入标反应又未如理想 更加还接连遇上楼标 撻定的事件 田少说的这番说话就当然很合听 因为他在说真话人话 实际田少他本人也是知行合一 他知道香港的营商环境出问题 其实在去年他已经在走货 在伦敦他买了等商下威衰 在香港其实他有些物业本来是收租的 整栋都出售了 可见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至于他在03年那件事就更加不用说了 如果香港没有了田北俊 其实一早就过了23条 所以03年打后到19年这段时间 其实香港人是赚了 多得田北俊 如果不是很多东西 一早就已经到来了 好了 田北俊又称赞香港有 独特的吸引力 交通配套 医疗 饮食等等 都是世界的第一楼 倘若过于着重政治斗争 肯定会影响人财和资金 削弱既有的优势 香港做生意的重点 向来都是要淡化政治问题 两边的钱都赚 倘若政府是展现出自信和宽大的态度 自然能够团结社会各界 吸引顶尖人财倒立 或者是回流建设香港 在这一段其实他也是说一些真实的说话 过于着重政治斗争 就会削弱香港的既有优势 最后一句他就有些善重善讨 他说如果政府可以展现出自信和宽大的态度 就会吸引一些人财 我对于他这个看法就很有保留 就算特区政府真的展现出宽大的态度 是不是就能够吸引得到顶尖的人财去香港呢 我是很怀疑的 但是怎样都好 退一万步来说 商界首先要说服得到政府 真的展现出这种宽大态度 你才有机会吸引得到顶尖的人财 连第一步政府都未踏出的时候 说什么都浪费气 实际田少这番说法 当然能够代表得到商界的心声 尤其是说一些理性的 无实的商界中人 当然有些只是主力去刷鞋 没得好说 可能有些人 他们那盘生意主力都是在大陆那里经营的 迫着要刷 而好似田少这一类 他在世界各地的市场都有投资的 有涉猎的 那就不同的说法 而商界近期频频的发声 其实多少都反映出 有些人的感觉已经去到一个临界点了 不是很顶得顶 在这么剧烈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下 真的他们感受到影响到的营商环境 所以就这么多人出来发声 郑海侯那篇的文章当然是一个道火线 令到很多人走出来说话 但是你说能不能够改变得到这个状况呢 我就觉得比较困难 但是商界也有权去发声 就着这些议题 因为已经是烧到埋身 他没有办法不出来 为自己的利益也好 或者是怎样也好 他也要说一些说话 但是我不觉得是可以改变得到 香港目前的政治气氛 田少其实就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香港过往做生意 向来都是要淡化政治问题 两边的钱都赚 就是西方的钱又赚 大陆的钱又赚 过往香港其实就是在做这个角色 做得好地地 但是在2020年之后 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目前来说这个角色 就已经是被新加坡取代了 人家新加坡的学者就是 很委员 新加坡就成为了一个国际的枢纽 香港就是一个区域的枢纽 如果那些跨国企业要进入大陆市场的话 就可以利用香港这个窗口 作为一个跳板 他说得很好听 实际上就是说香港的国际地位是在下降 而香港以往的角色 就被新加坡取代了 这是很明显的 没得争论的 新加坡现在就是赚两边的钱 当然他能够有多远的路可以走 就是人家的事 你现在能不能够赚到两边的钱 就是很困难 故此田少现在走出来说的这番说话 就不单止是反映出他本人的心声 也都是代表着商界的一个垃圈 他都说商界现在是陷入了一个冬眠的状态 都不敢说大举投资在香港的市场上 他举个例子就是说香港的地产市道淡政 我们又去检视一下到底田少在过往一年 他到底有什么投资的活动了 据HA01的报道所说 原来田少在去年的7月 就出售了位于亚街老街102号的住宅物业 就叫做Diago 这座野就是一栋楼高22层的住宅大厦 2015年的时候入伙的 一直是由曼泰集团作为收租的物业 曼泰就是田少的集团 大厦提供36伙的单位 实用面积介乎440至980平方尺 主要提供两房到三房户 同时又设有住客会所 和健身室等的设施 只租不卖 月权就很统一了 这一栋收租物业 就是在去年的7月卖出了 售价是5亿元 实际这座的住宅大厦前身是一栋旧楼 在2010年9月的时候就进行收购 当时的总收购价是3.248亿元 收购了回来 还要重建 再出租 这一座物业在2016年第四季推出招租 最便宜的入场单位月租是2万3千元 赤租大约是54元 即是他说整座物业都不要了 卖掉了出去 另外根据AM730的报导所说 在去年的8月 曼泰集团旗下的物业 位于扫管区的Drake 上载了售楼书 提供75伙分层户和洋房单位 这个楼盘位于青龙路一号 在2014年9月已经入伙 楼宁是8年 较早前是用作收租的用途 现在转租为卖 把单位卖出去套现 拿钱就好过拿楼 肯定反映出田少对于香港的后市 是不太好 正如他自己所说 所以我说 为何欣赏田少就是这样 他是知恒合一 不像有些人说一套就做一套 告诉人家 香港的楼市会出现小阳春 一通关以后很多人来扫楼 谁知道自己是静悄悄去卖楼 这些是不是做得很肉酸 那些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田少起码来说 他公开的层面 或是他私底下做的一些决定 都是一致的 值得欣赏 他没有骗你的 你听不听 那是一回事 或者你信不信 接不接受又一回事 但起码他不会说说一套做一套 至于田少所做的决定 对于小业主来说 当然是有一个参考的价值 田少又走货 把房子由卖转租 实陈哥都是走货的 波鲁道的豪宅项目 他都是想整套卖出去 谁不知就是被人撤订了 撤得了 另外他旗下的酒店 又是要转做住宅项目出售的 然后他连青衣的船奥 都说要用来建房子的 很明显大家看到发展商就开始走货 都放了他 根本上就是跟时间竞赛 所以那些已经是 下定决心要移民的小业主 你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还要一直hold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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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到哪里呢 或者有些人就幻想 不想虚讶 你这些没得想 其实流市升还是跌 当然供需是一个问题 这些事情我们也有解释 未來有很多一手樓推出市場 基本上會淹沒那些二手樓 另外一個就是信心的問題 你說現在有多少人對於香港很有信心呢? 田兆就告訴你商界都在那裡冬眠 不再大舉投資了 所以既然供需又有問題 信心又有問題 有些人仍然說想喊升 你就看看會不會 萬一時間再過下去 你那層樓又繼續下跌 你若然跌到負資產 那就不用移民了 所以那些人自己思考一下 尤其是近年五年買入 我見到其實很多報道都說 移民盤跌得很厲害 當然他們自己又不慎 把消息洩漏給中介聽 明知你移民的時候 或者人已經去了外國的時候 他當然會跟買家一起押你價 這又沒得好說 但是就算沒有洩漏到風聲 人家不知道你這是移民盤 也不妨賣得一個好的價錢 在現在的市況 所以那些人自己思考一下 我就說了很多了 關於這個議題 免得有些人又不高興走來罵人 尤其有些業主經常說 嘩 你說這麼多這些幹什麼 我也是說事實 我也是一個善意的提醒 如果你覺得拿著那層樓 將來是會升回頭的 你就再拿下去 這個世界沒有說百分百的 我也沒有說自己一定準確 你就看看用時間去驗證 我沒有說自己是神燈 燈神、上帝 我不是全能全知的 但是我們根據已知的事實 已知的趨勢 做一個理性、務實的判斷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 我絕對不會說 說出一些 連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 而走去取悅某一群人 那是沒有意義的 也不是在傳遞著真相 只不過有一群人圍著 打飛機很高興的 但是你始終有一個夢醒的時份 到時就更慘痛 我就不主張做這些事 長期去餵精神鴉片、害人 我覺得這些很無謂 我一直都有那句說的 我們的節目中指就是這樣 是其是非其非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另外一宗消息 據星日報的報導所說 疫情期間的士排價低迷 更加不斷下跌 直到今年恢復通關 的士排價更加跌得之厲害 市區排價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上個月底售價是412萬 最新的排價又再跌到388萬 跟2月中相比跌了1成7 新界的士排價是由388萬 跌到317萬 跌幅是1成8 即是炒焦了這些的士排 以往很多人拿去炒 我一說這個議題 有些人如果拿著的士排又不喜歡 但是沒辦法 我也是反映事實 難道不說嗎 我們看看到底業界有什麼說法 我其實都不同意 不過先說他們的看法是怎樣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表示 的士保險費飆升 由以前的每年三萬多元 增加到每年的五萬多元 即是當你一年增加了兩萬元的皮費 你除了12個月 其實每個月都是多了兩千多元的皮費 那都不導致到排價跌得那麼厲害 我認為是 你做生意多了 每個月多兩千元皮費 那你就硬硬的 別人做商店那些要交租的 每個月加租都不止兩千元 所以要收拾了很多 雖然的士業界申請了加價 但最少要九個月到一年的時間 才能夠實施的 他又說的士司機老齡化是嚴重 司機考牌的難度大 收入就比小巴司機更加低 這件事我又覺得找來講的 司機考牌的難度有多大呢 考過的士牌的都知道 他很多東西是靠背重的 我沒有考過 我看別人分享的經驗就是這樣 有些有考過的你又可以分享一下 是否這麼難考的士牌 另外他說 做的士司機的收入比小巴司機更低 有沒有可能 小巴司機很多人是一萬多元的 那些是很老的 七老八十的 其實是開了綠色小巴的 那些專線小巴的 很多人是客人做的 因為沒辦法 你就請不到年輕人 那些人工是很小的 即是的士司機還可以低人工過 這個小巴司機有沒有可能呢 那是否被那些車主 他剝削了很多呢 即是的士司機會不會 即是的士司機會不會 即是 的士司機會不會 更低於一萬多元 那不如不要做 不如退休好了 真的 有沒有可能 說這件事出來 即是 如果是的士司機收入這麼低 都是被那些車主壓迫 那他又說 Uber影響了的士的生意 那沒什麼賴又賴Uber 那他說政府對於的士的要求 又越來越高 例如可能會實行 寄分制 司機續排的體檢年齡 可能會從70歲降到65歲 那這些都是會導致的士司機數量不足 加上現時的利息增加 的士車牌就少人買 牌價就因此下跌 我就認為全部都是找借口的 那有關於停車場出現大量的士停泊的情況 周國強指出的士司機緊缺 因此有很多空置的的士無法營業 他要求政府重視相關的情況 盡快修例打擊白牌車 他這個白牌車又在說Uber 又要提高的士的收費 他認為香港的的士收費是屬於較低的水平 起標27元 如果平均五名乘客 每人只需要五個多元錢 甚至還低過小巴和巴士的價錢 但政府對的士司機的要求頗多 導致司機的壓力大 他表示很多上入行的司機 都是40到50歲左右 考的士牌就較困難了 他認為相關的考牌制度過時 同時的士司機的社會保障和收入都不足 將這行逼到死角越來越難搞 他又說要增加的士的收費等等 每次加的士的車費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車主乘機加車租 對不對 變成一加車費 有很大部分經濟成果 就是由車主剝削了 那有多少才漏到真正正的前線的的士司機手上呢 這件事其實很多人都有提出過 你做車主那班就賺到盡 每次你提高這個車費 然後你就加個車租 借著這件事 浪起的士的排價 就是這樣做 所以加車費就不等於說 那個真正的駕駛的士司機 是增加了很多的收入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就見到 有些業界中人 尤其是那些 駕駛著很多的士牌的車行 還有那些的士的車主 猛這麼抵賴又說 這個白牌車搶生意 Uber搶生意 他們根本上就是 好像小腦條件反射式的回應 整個經濟的大環境都差了很多 他又不看這件事 旅客又少 再加上現在 下香港的旅客 每個人都坐旅遊大巴 一個幾毫他都要量度 那他怎會捨得去打的士 另外就是說 香港的Uber 其實的收費是很奇怪的 跟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不同 外國很多時候 就是叫這些網約車 便宜過搭的士 但是香港 搭的士便宜過搭Uber 那為什麼那些人仍然是要選擇Uber呢 尤其是現在很多的士司機 都有參與到那些八五節的 打的的apps 照計 你去得遠的地方 比如說去機場 去廣珠澳大橋 那還有得便宜的 那為什麼那些人仍然是要選擇Uber呢 就是因為人家的服務態度真的好 這件事沒得好說 為什麼人家的服務態度好呢 因為人家有一個平台 來去規管那些司機 總之那個司機姓實名隨 連那張照片 都放在apps裡面 又有一個評分的制度 如果你經常被人評分 評到劣評一分 那你不用做下去也可以 所以就覺得他怎樣也要有一個良好的服務態度 但是的士是不會有這件事的 到現在都沒有 遲些可能會規管 又說車隊 已經太遲了 香港已經很奇怪 乘搭Uber比乘搭的士 的人都寧願乘搭Uber 那你自己做的士的那些業界人士 就想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說乘搭Uber比乘搭的士還便宜 他肯定搶你生意 靠便宜來取勝 鑑便宜鑑賤 人家比你貴 生意都好過你 那為什麼呢 你就自己好去反省一下 有時候的士司機有些害群之馬 所以香港的市場本身已經很奇特了 Uber比乘搭的士也有人搭 它主打就是服務質素好 以及車輛質素街 比較舒適 整體上來說 外國很多時候乘搭Uber不是人敢品 整個前七來的 除非你選貴的一個選項 但是香港你說要規管這些的士業界 它又怎麼肯說給你規管才行 你規管什麼呢 你說整個評分 沒得評分 就評什麼分 Uber為什麼它可以評分呢 因為它有一個平台規管 你要通過它的apps來預訂車 那麼實情的評分就公平了 不僅是說乘客評司機 司機又可以評分乘客 那就互評了 是不是 但是你說的士的 其實你很難做到這件事 尤其就是的士可以到處遞手就接 那麼你上車之前 你鬼知那輛的士的評分是多少 那麼你就只能夠說 在網約的士的時候 如果你遇到一個評分很低的的士司機 你就踢他而已 彈他鐘而已 所以那個效果本身也不是很大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凡是牽涉到這些行程記錄的東西 的士司機是否願意配合你去這樣做呢 因為你 比如說Uber這樣 你完結了一個行程 那麼固知營它收費多少 評分多少 那就記錄在那個app裡面 在那個平台 但是你做的士司機的 很多時候就喜歡收現金的 甚至乎連那些電子支付的 或者是說八達空 Apple Pay 信用卡 等等都是很多不接受的 但是大家就知道他們為什麼不接受 因為是一個稅務的問題 所以 如果你說要把那些行程記錄再按 然後做一個評分的制度 他們肯不肯制 所有事情就不能收起來了 就是你從哪一點去哪一點 那個車支是多少 那你沒得虛報的 你有一個平台在那裡 你肯不肯制 所以沒得搞的 是一個死局 因為 你的業界本身其實很多事情都落後 你又抱殘手缺 然後又抱著那些的士牌 炒呀炒呀這樣 好嗎?不要聽到最終都會給一個時代去淘汰 實情尤其是做那些車主 或者是拿著很多的士牌的車會 不要再賴什麼白牌車 別人收費又比你貴 如果收費貴過你的 一些服務都可以搶你生意 即是說你的服務質素是不堪得很厲害 那你自己都沒有做好的時候 你賴什麼鬼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